大家好,又來到旅遊播報的時間了 海洋公園在6月23日宣布 與特區政府同樣在1997年7月出生的25歲青年 下個月將會享有援票買一送一優惠 並且會向基層家庭送出5000張援票 海洋公園亦會與酒店合作 推出staycation 套票 讓大眾市民一同慶回歸 海洋公園表示 在特區成立的1997年7月出生的25歲青年 可以在生日月份專向海洋公園和水上樂園買一送一門票優惠 也就是360元就可以買入兩張海洋公園的門票 亦會附信一張30元的購物電池現金卷 而水上樂園亦可以享有560元兩張優惠 援票有效期為7月1日至8月31日 另外海洋公園亦會與大型慈善機構和非政府機構合作 邀請過5000名基層家庭成員 在下半年到訪兩個樂園 活動將會在12月31日結束 也就是說受邀請的市民可以延至年底才到訪樂園遊玩 海洋公園亦會在今年的7月和8月 與香港JW、萬豪酒店等合作推出staycation的套票 市民在入完遊玩之後 可以再到酒店探望一晚 有效期同樣都是7月1日開始 直至到8月31日結束 暫時就借得JW、萬豪酒店的優惠套票 7月1日的售價由2880元一晚起 未知未來幾日會不會由其他酒店加入計劃 如果大家都對staycation套票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致電給我們查詢 分享 failed 家健將 好 字幕аты 合出